刚才啊咱们说了一下这个语言模型以及呢资料源处理的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啊咱们要回归到啊这个资料源处理以及呢语言模型的一个本质了 这个本质是什么咱们来想一想 咱们无论是一句话还是一篇文章它是由什么组成的 它都是由一个词一个词组成的吧 这些词呢是咱们可以利用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利用这个词呢 怎么利用啊说的并不是说咱们人类怎么利用 而是说啊让怎么样能够让机器啊能够利用这个东西啊 机器认识什么啊机器认识01那些东西 所以说呢首先我们需要把词做一个转换 转换成啊计算机认识的东西 并且呢在这里我们要进行转换的时候 咱们通常就是先说有一种转换方式啊 有一种转换方式什么样 咱们可以用那个文号的扣定吧 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出现了五个词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出现了八个词 那扎这个词总表示啊我们以前可能这么表示 不是八个词吗 那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咱们在八个位置有八个占位符 然后呢扎这个词啊第一个位置标零 然后勾引这个词啊第二位置标一 然后呢那个蛋克那个词啊第三个位置标一 这样情况下咱们好像也构造出来了这样一些 0101的一些东西 但是呢大家得想啊 我构造出来这个东西对我的一个价值或者说利用程度高嘛 它就是一个映射嘛 无非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词代表 但是呢词和词之间 句子和句子之间啊 它有一个什么关系吗 好像没有啊 它只是表就是只是啊唯一的一个映射这样一个代表 但是呢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说 这个词啊不光我们要给它映射成一个数值 而且呢要让它的数值啊是有意义的 所谓有意义啊就是说 这个单词啊它的一个向量啊 它的向量不能是这么简单 也不能是这样一个就是啊 这样一个表示一个值一个指标 而是说啊它的向量啊必须要有一层潜在的含义了 所以说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 嗯该怎么样把这样一个词转换成我们可利用的一个向量呢 比如说转成这样一个列向量 列向量里边都是一些值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核心了 也是啊咱们在自然语言处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把一个词转换成一个向量 这个东西啊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这个word to vector啊 咱们怎么样把词转换成向量执行这样一个操作 那向量是长什么样子的 向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它里边呢是一些值啊通往前往下 我们让它的值啊并不是太大啊 可能取值范围呢咱们可以自己指定啊 负一到一之间 然后呢每个值啊它是有正有负的 并且啊每个值都是比较小的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指定个维度 比如说嗯我现在啊想构造出来更复杂的一些向量 那我可以让它的维度更大一些 想构造出来啊稍简单的 我们可以让它的维度啊偏小一些 那对于一个你的语料库来说呀 这个向量我们来看嗯它每个词和每个词之间啊 它都是有一些距离的 在这里呢比如说随便画了一个语料库当中的一些词 我们来看啊就是说嗯右下角有一个hide hide还有hide我们来看就是假设说现在呢把它分配到一个 它的向量空间模型当中就是说嗯假设说是一个二维的吧 就是有两个维度来表示一个向量x和y 那对于这两个维度来说呀 我们来看是不是说这个hide和hide和hide 它们表达的词性是差不多的 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的 那既然它们的含义是差不多的 那是不是说它们的向量载的位置也是接近的呀 所以说啊在这里我们要对我们的一个语言模型啊 要对我们的词向量有这样一种生成的规律 我们要生成向量啊不能说嗯它是一个杂乱无序的 必须要让它有一层潜在的含义 最基本的潜在含义啊 相同的词你要离这比较近吧 这是这三个比较相同 这是这个B啊 它也是比较相同的 Need害怕 这两个词它出现的 就是经常挨在一起出现 那是不是说它也会挨得比较近啊 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给这个词向量 赋予这样的一个含义 跟它相近的 跟它比较相关联的 跟谁相关联越近 它就跟这个东西啊 离得越近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语言空间上 我们要能够表现出来 这样一层含义啊 这个含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咱们生成这个向量 不能瞎生成 一定要跟咱们实际情况 跟我们自己所说的话 越相关越好 因为呢 一旦你生成出来东西啊 跟我们真正的语言越相关 那机器给咱们做出来的事情 也是跟咱们人类啊 是越接近的 那这里呢 比如说我现在想去做一件事 想去做啊 比如说我想去看一下 什么样的词 跟这个青蛙 它是最相近的呢 比如说在这里 在这个空间上 我就可以 比如说这块有一个青蛙 这个词 我就可以找一找 在它这个周围 离它离谁比较近 它离谁比较近啊 一方面啊 它跟谁走得比较近 另一方面 谁出现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青蛙 都有可能出现吧 在这里啊 我就找出来一些相议词 比如说这些词啊 可能都是表达一些青蛙的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 听咱们在说一句话的时候 是不是说 咱们再表达一层含义 比如说我今天去菜市场 我说这个菜 它比较贵 或者说呢 这个菜不是就说便宜吧 说这个菜比较便宜 我说菜便宜 或者说菜比较贱 那说这个贱啊 或者说这个便宜啊 它是不是表达一层含义啊 那你这个计算机再理解起来 我今天说这个菜便宜 明天说这个菜贱 那我是在说 是在说两个事吗 好像不是吧 在说的是同一层含义啊 所以说 这个计算机啊 需要理解到 你说这个便宜 说这个贱 它表达的 其实呢 是同样的指标 不能啊 把这个例子 给我理解插了 都要给我翻译对了 都要给我把这句话理解好了 所以说 这个计算机啊 它也得回想一想 你说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啊 在我的空间上 它本身离着很近呢 所以说 我大概率认为 你说的是一件事 所以说啊 比如说咱们语料库当中 没有说 就是很少情况下 说这个贱这个东西 大部分情况下 都说这个便宜 而且呢 说便宜 出现的一个概率很高 那当你出现了一个贱啊 比如说 我想把一个中文翻译成英文 我说今天菜很贱 那这个很贱 它判断了一下 贱跟便宜 它们载的一个空间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 我给它翻译成便宜啊 也是比较可取的 那它呀 也可以帮咱们进行一个类似的翻译 这个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同义词啊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咱们资源处理当中啊 咱们有很多种同义词 都是表达一层含义的 通常情况下 咱们说同义词的情况下 而我们都是表达这个东西啊 你要给我理解对了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现在指定了两个分布空间 左边啊 是咱们的一个英语 就是咱们现在有两种语言 左边的是一个英语 右边的是一个西班牙语 那对于两种不同语言啊 我们是不是都可以进行一个建模啊 建模完之后 不同语言 它都会有一个分布的空间吧 比如说啊 咱们看左边啊 左边咱们认识 左边它是指几个数字 12345是吧 那对于这个12345啊 假设说 我构造出来了一个语言空间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然后接下来呢 我又对西班牙语当中的12345 构造出来的一个语言空间 构造完之后啊 它是又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嗯 虽然说我现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但是呢 构造出来的语言模型啊 是接近于类似的吧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构造出来的词相量 并不是跟语言挂钩的 并不是说 跟这个1 它是怎么拼写的 三个字怎么拼写的 跟这个4是怎么拼写的 跟这个3是怎么拼写的 它们拼写完全不一样吧 但是呢 我要让它跟拼写是无关的 只是根据咱们的一个语义的环境 咱们在英文 咱们在就是西班牙语 咱们在中文 说话的一个逻辑都是类似的吧 英语要说 我今天下午打篮球 它也是有这样一个逻辑的吧 它逻辑是不变的 虽然说呢 每一个词发生了一个变化 但是呢 我们关注点 并不在于这个词的大小 或者说 这个词怎么拼写啊 这个词啊 是长什么样子 这些我们不关心 我们只关心 它的一个整体的逻辑环境 咱们再说一句话说 这个词后面接什么词 接了后面词 前面可能是什么词 这个是我关心的 也就是说 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上下文的逻辑 而不是说具体到 你这个词是什么 所以说呢 在咱们构造这个词 像这样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实际上啊 是关注的啊 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逻辑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两种不同的语言 它构造出来的语言模型啊 分布竟然也能够是类似的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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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